可能很多观众朋友还记得 在解研前后的台湾是学运风起云涌的时代 而在20年后的今天 国内的剧场导演王莫林 把这一段历史写进了他的新作品《荒原》 带你一起来看看 戏中两位学运时代的老战友 曾经是1990年3月学运的核心人物 左派思想 乌托邦理想 让两人在80年代的台湾社会 用血肉之躯冲撞体制 但后来因为统独立场 两人分道扬镳 20年过去了 失忆的两人再度重逢 导演王莫林要透过小剧场演出 重新回溯这一段历史 包括了统独的问题 包括本省人 外省人的问题 包括了整个的一个身份认同的问题 我们在这讯息里面 都把这些问题都谈清楚 艺术家陈建仁以旧报纸 拼凑搭建的舞台荒芜残破 呈现一个人在理想破灭后的内心状况 电影《不能没有你的》男主角 陈文斌说 这部戏描写的其实也是他个人的心情写照 八年代到九年代的时候我参与了学运 劳工运动 环保运动 那后来也到执政的团队里面去工作了 我相信这二十几年来没有什么谁对谁错的问题 那起码大家坐下好好地聊一聊 年轻时候的梦想跟这二十几年来的现实的差距 电视剧演员李天柱为了诠释剧中角色 将戏里的阿柱设定为一个说话不流畅 有点结巴 不同于以往的表演方式 导演说现在的台湾社会不面对 也不试图解决对立 却高喊着爱台湾反道德论 让他觉得很空虚 他不在乎观众多寡 但就是要呈现他内心 对台湾对这块土地的真实感受 记者成熟军工